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辆捷报 黑色捷报车 当时我的车是东方警役的 车牌号一样 但车型不符 上周六呢 我在单位上班 接到一个罗车电话 那边说我车挡住人家车位了 然后我就说我这车也停在车位里面怎么能挡住呢 对方就说你这个捷报车怎么办 我就跟当时给我打电话 那个哥们我就说麻烦你耽误几分钟 帮我等一等 我这边报警我马上就过去 然后一边走一边和他那边及时联系 半年前的辆车就是它 党分拨的上那个标志保险这些都没有 车牌号还是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 从心里感觉到必须报答村民 起码是村民带来一定的福利 也把村民带来一个好的生活 每年这套药包花钱不是很多 几万百钱 说实在话 我们挣钱高企业也是不那么容易 他们有劳动能力点 我们就不会什么 但是这些老人 我是会经常我对大的努力 来帮助他们 领导那个年货什么心情啊 黑货行啊 黑满意啊 吃吧吃吧吧 就是凡事 黑满意啊 我老公因为是老一些 瘫痪了十年多了 这个2800是我们同学两个月的事发给我们的生活费 我们今天是打工的 不是说好多有钱的大关系 大家一起 还在一起说 他带着这个病人 家庭非常老 前几天我们大家经历都不要老 是吧 是吧 我们刚刚开始死亡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来养老板子 我也不得去 虽然我们也不要老 我带着这个病人 还可以杀了吗 就是说他娃娃 最后再做大关系 我们不清楚 他也不得亲近来 你说他这个家庭打个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